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胖胖 欢迎洪杨 本期爱问团 胖胖 洪杨 什么时候开饭 我都饿了 胖胖一直惦记到现在 对 他一直惦记到 我手上的这一碗米饭 这米饭不好吃 其实我觉得 米饭毕竟是主食嘛 是吧 我们平常说吃饭吃饭 没有说吃其他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端出这碗米饭呢 其实是想 用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来告诉大家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吃的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自认为容易减肥 容易不长胖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吃了它之后 发现跟吃两碗 三碗 四碗 甚至五六碗米饭 这个米饭可长胖了 对吧 米饭你都觉得比较 主食你都觉得比较长胖 怎么不吃米饭 不吃主食 不吃面 好的 那有没有一些 容易让您误解成为 其实很容易减肥的一些食材 其实它比米饭更容易长胖呢 不会吧 不会吧 是吧 那这样究竟会有哪些东西 我们让专家出来 为您逐一地揭晓 好的 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汪正方老师 欢迎欢迎 欢迎 汪老师你好 老师您看 我们今天手上 都在那里有点米饭 我们知道很多能量 我们都会从主食 尤其是从米饭当中摄取 是吗老师 对 其实米饭的肉量 也是比较高的 虽然是素含炭水饭合物 但是咱们不知道 这个定格吃进去 也会找好为热量 最后也会定在咱们体内 所以说这个米饭 现在主食可能更 不必别人接受 是吧 对 咱们说的 面食米饭 吃的长胖 是吧 我有体会 因为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又不会做饭 就觉得吃面条特别方便 而且我发现 如果不吃菜的话 吃面条的饭量会非常大 最后一年长到40斤 所以我说天天不吃肉 为什么也能长肉 最后发现 这个吃主食 它也是咱们的重要来源之一 就是说后来发现了 你说我吃点蔬菜 是吧 吃点其他的 我主食就会相对的少很多 但是你要是干吃一碗面 可能还觉得不够 是 可能再加班玩 是吧 这样的话还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呢 为了减肥 他们就控制 拒绝主食 对 拒绝主食 是吧 他认为吃其他东西来替代主食 同样能够让自己瘦下来 结果有一些食材 不是主食 绝对不是主食 但是他吃了之后 也许可能会比吃这一碗 甚至更多碗米饭的热量 电脑含量可能更高 对 你们信吗 不信 我们请了 再来慢慢为您揭晓 欢迎您进去所地 湖北卫视影视养生会 我们今天请到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 部署北京中医医院 消化科副者医师 汪正方老师来告诉我们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食材 您看似是可以减肥 其实它比一碗米饭 其实更多碗米饭的热量 还要高 老师我们诸可揭晓好吗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有米饭 还有肉 还有等等 这个里面装的就是 豆瓣 这是豆瓣 豆瓣 对 这个我们湖北叫做 豆瓣 这跟我们传统的 武汉的那个三鲜豆瓣 不一样 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吃的 这个食材的这种豆瓣 你们觉得 是这个的带来的热量高 还是一个米饭带来的热量高 肯定是米饭 肯定是米饭 其实我不能那么 稍微当小白了这里 因为我是进厨房的人 我知道这个豆瓣 或者说豆瓣它的制作方式 豆瓣我其实不太清楚 豆瓣我告诉你 虎阳 油炸了是不是 对 它其实就是豆腐 加过一些加工之后 我也 再去油炸 所以这个豆瓣的热量是很高 但是我觉得那个豆瓣 豆瓣没有炸呀 就是压制的呀 这个豆瓣 所以它的热量应该是蛮低的 对 这个会低一点 好 各位呢 给出了一个判断 老师您也只是听好 他们觉得这个豆瓣 因为油炸过 所以热量高 豆瓣只是压炸过的 像热量不高 没什么问题 您揭晓一下 对 其实豆瓣 大家能形成共识 油炸过的 肯定是脂肪含量高 对 所以说这个一百克的豆瓣 相当于咱们 生充的三碗大米饭 是吧 大概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幸好我不喜欢吃这豆瓣 这个我是见过 红阳在吃火锅的时候 涮过的 对他有爱的 所以说这一百克的 就是一百克 对 那么它相当于 对 三碗米饭 相当于三碗一百克 二两米饭 也就是六两 这米饭 太吓人了 你吃了这一碟豆瓣 相当于你吃了三碗米饭 但一个人吃一碟 基本上是吃不了 我只能吃个两三块 两三块 是可以的 两三块估计就相当于 大半碗米饭 对 对 因为那种臭豆腐 是不是也挺高的呀 炸的那种 炸的那种臭豆腐 长沙臭豆腐也是那种 牛炸制品是吧 本身你看它特别习 是吧 而且它在制作初期的时候 已经炸过一遍了 是吧 然后再接着 因为你在二次加工啊 你还要吃啊 它又得过一遍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 咱们都知道 要跟肥肉煮 可能口感更好 对 要放在火锅里 可能吃了更多 可是老师 我们一般情况下 知道像豆制品 可能里边 为我们所用的 最多的一种营养物质是 蛋白 蛋白质嘛 对吧 对 那蛋白质 一般转化成为热量 好像也没有说那么直接吧 那为什么 你会觉得它这一百克 等于少米饭 三百克的米饭 所以我们刚才提了 它的制作工艺 实际真正来说的话 豆腐提供咱们的植物蛋白 其实非常好的 对 所以说经过它的 制作方法不一样 炸一遍卖给你 然后你再吃再做一遍 双重的油 而且很多人 可能吃的 还喜欢吃的有个习惯 还喜欢把它撑开了 为什么 这样入味 对 吃火锅 还得把它弄开了是吧 最好是裹着一锅 就一口油吃下去 那口感是为了好啊 因为咱们说的豆腐 最大的问题就是 看你入不入味 对 入味的豆腐就好吃 这豆包也是一样 跟那些汤包似的 对 所以说呢 它的油量是这么来的 因为很多人 不会这么干吃 这么 就是说 咱们说 人家什么习惯都没有 就这么吃 它也经过油炸了一遍 里面的油 尤其是你要去把它 去做一个测量的话 很高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说豆腐是帮助咱们 提供植物蛋白的 很好的方式 但是做的方法不一样 提供的负能量也很高 好的 这个豆腐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 主要是这个豆皮 各位非常有征僻的 这个豆皮 其实豆皮呢 这种呢 就咱们说的 还有一种叫油豆皮 油豆皮是炸的 也是炸过的 但这种豆皮 咱们都说了 你怎么去吃呢 你也就这么直接吃吗 不可能吧 卢 对呀 你也会 卢 就会发现豆制品 跟肉在一块 是口感最好 对对对 要不烧红烧肉 对 烧红烧肉 所以呢 你吃这么一个一盘 100克左右的 还其实相当于 吃了三四万米饭 所以说这个都一样的 所以说在那豆腐 咱们说的麻辣豆腐 没有油你会吃吗 是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些 如果教练会让你 单独打块豆腐回家吃 你也吃不下 是不是 主要它是跟它这个 加工工艺有关系 豆皮也是一样 虽然它没有经过它的炸 但是咱们的加工过程中 也会增加它的油脂含量 其实也相当于 你吃了三到四碗的米饭 老师刚刚说到了 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会觉得 不吃肉嘛 主吃不吃嘛 我们就吃点素 其实以为吃豆腐是素的 其实这里边的油脂含量 还有这种碳水含量 真的是不低 100克 基本上等同于这三碗米饭 100克的 也就是300克米饭 像您所吃的这个豆皮 尤其是油豆皮 油豆皮 它里边的这种碳水的含量 其实也不低 对 所以要建议您 这可是您平常在减肥过程当中 餐饮选择上坑 您需要注意了 养生小贴士 通过汪老师的讲解 让我们了解到 想要减脂 首先要减少糖的摄入 在这个基础上 再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 摄取足量的蛋白质 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在消化过程中 为人体带来 20%到35%的额外热量消耗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 饮食必须以高蛋白为主 只要保证每日摄入总量的 10%到35%来自蛋白质即可 不过富含蛋白质的豆腐 在制作成豆泡的过程中 会油炸 将携带过多的油脂 所以不经过加工的豆腐 才是最好的 好 说完了这两项之后 我们再来说一说 平常你们如果要减肥的话 是不是一定不吃肉啊 我要吃 要吃肉 像我们 鸡鸭鱼 对 鸡胸肉 不仅减脂 然后还增鸡 我爱吃鸡鸡 吃鸡肉 吃鱼肉 还有虾 或者虾肉 虾你吃壳吗 不吃壳就虾肉 好的 好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 平常可能不是每个人 都是能够坚持 在减肥过程中吃素的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肉类的选择上面 跟我们的这米饭之间 有怎么样的关联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种肉 你想先说哪个 其实鸡肉 其实很多锻炼的人士 他们喜欢选择鸡肉 对 其实鸡肉它的蛋白含量 其实确实有 一般来说的 10%左右到15% 牛肉可能高一些 17到10到17%左右 咱们说的这盘肉 估计大家可能不一定 看出来是啥 是吧 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提到它 就是兔肉 兔肉 怎么可以吃兔兔 蛋白质的含量能达到12%以上 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非常低 对 对 我们说的它是什么呢 它是能够代谢 热量和吐头 是吗 可是平常在健身的时候 我们一般听到最多的就是 鸡肉 牛肉和鱼肉 对吧 因为就像我们说 怎么能吃兔兔 所以从关爱的角度 可能大家觉得吃兔子 是吧 特别都 看起来比较温顺 对 因为大家觉得可能 牛跟羊是天生 就是鸡是天生给咱们吃的 其他的是给咱们看的 是吧 鱼呢 咱们都知道 就是相对来说 其实看 从这儿看 可能看不出来 鱼咱们都知道高蛋白的 大家都觉得蛋白质特别含量高 但是你要看侧面 这个鱼的脂肪其实也挺多的 对 就是鱼肚子那一块 甚至这一块 它可能脂肪含量都是挺高的 还有这个鱼皮下面那一层 其实咱们要仔细地 它会发现 它也有很厚的一层脂肪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的话 蛋白含量高 但它脂肪含量也高 你没有办法完全把脂肪含量 吃咱们的蛋白 踢了鱼的那个脂肪就不好吃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脂肪 你在摄入蛋白质的同时 你也把过量的脂肪给摄入进去了 所以 那个之前的节目 我们有说到鸽子肉 说是这个鸽子肉的这个脂肪含量 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是特别好的 减脂的这个肉类 对 因为但是呢 咱们都知道了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大家每天吃 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每天吃鸽子就觉得 对 而且鸽子一般可能会 炖汤会多一点 你吃鸽子五六十块钱 对啊 经纪人 你为什么不觉得 这个鸽子那么可爱呢 鸽子可是性格呀 怎么可以吃鸽子 对 好的 我们抛开鸽子这个话题 老师说到的是这个 其实比起牛肉 鸡肉和这个 鱼肉的鸡肉 鸡肉相比的话 其实兔子肉 它的这个脂肪含量 什么来说 对 它有一个 就是高蛋白 低脂肪 但是这个兔子肉吧 我会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我吃到的兔子肉 在四川重庆一带 要么就吃的是兔头 要么吃的就是兔丁 要么就是用什么双胶兔子 青花椒 辣椒 这样炒出来兔子 每一种它的油量都很大 你看那个兔丁 你看它是白白的 但是拌的那个调料 也是油油的 我在想除了这种 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以外 兔子肉还能怎么吃才好吃 炖汤的也不合适 不合适吧 这就是口感的问题了 其实在这个四川那边 它的加工都是以麻辣 就是这种油也是很多的 对 其实我们今天想要提它 它的优点是在什么呢 是在它本身的这种含量 高蛋白 低脂肪 低脂肪 而且高脑脂 对 它有什么低料酸 而且的话它更容易消耗 按照您的建议就是白水煮兔肉 其实要跟健身教练跟您说 吃鸡肉也得白水煮兔肉 也不能让您说这个想公报就公报 是吧 想红烧就红烧 也是建议您白水煮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从多面性来说 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比例 因为人选择一种食物 只能说近次找到这种 还不能说我完全能做到 就比如说鸡肉一样 如果它的蛋白质比你这个更高 而且它脂肪率比你更低 如果加工方式相同的情况下 那我可能会选择这种 为什么呢 它更有优势一点 但我说如果说您抛开口感来说 那它可能是最佳人选 为什么 它蛋白质 如果说我吃100克鸡肉 我可能吃70克 或者就能达到的目标 而且它的脂肪比它又高 就是我同样的摄入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人体的摄入量 每天是最好是固定的 同样的摄入量情况下 那我选择它 为什么不比它好 原因你就能想到 是吧 但是从口感的角度 就不一样了 其实肉类的加工方式 都很相似 是吧 你就是说鸡肉的话 它也可以加工那种 比较有利的 我们的计算方法 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今天只能摄入100克热量 如果说兔子肉 我能吃一两 鸡肉我只能吃半两 我一定会选择兔子肉 可以多吃两口啊这样 你是多多益山的那种 多益山是吧 肯定不一样 反正我就不超标嘛 但是按照这个 中国膳食指导的话 就是一天的这个肉的摄入量 可能也就45到75克的样子 对 也就一两左右了 对 不要太吃太多了 好的 那所以说其实平常教练给我们推荐 像牛肉啊鸡肉啊鱼肉 可能会属于低脂饮食 但是其实今天老师给出了一个 更加科学的一个选择 兔子肉 当然在您的这个经济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油脂含量啊 确确实是肉当中含量 比较多一点点的 好 那到底这些肉当中 哪一种肉 它的油脂含量最高呢 来 我们又请养生师员吴清 来为您在实验室描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亚生实验员吴清 今天的亚生实验室呢 我们就为大家来测试 几种肉类的含油量 看看到底哪一种肉的油脂含量 更低更利于我们减肥呢 那首先我们今天选取的有 猪里鸡 鸡肉 牛腩 三文鱼 以及兔肉来进行对比 首先我们需要开火 用无油的方式分别煎制这几种肉 首先我们把猪里鸡下锅 好 现在我把锅里剩下的油倒进去 那么现在呢 我来把五个给大家一起展示一下 对比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那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分别是 猪肉 鸡肉 牛肉 三文鱼 以及我们的兔肉 那大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兔肉的这个油脂含量 基本上是为零的 是最低的 所以大家平时在家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选择兔肉来作为日常的饮食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 老师我们平常都会说 我们要么少吃点肉 少吃点主食 同时我们要做出一点水果 尤其是水果 对 很多人蔬菜不能带餐 但是很多人喜欢选择 水果带餐 冬阳你会选什么水果带餐 苹果 泡泡你呢 西红柿 西红柿 那看看我们平常吃的水果用哪些 老师介绍 好了 苹果和香蕉 苹果和你们所说的苹果跟香蕉 这两个也是健身教练会说 早上起来吃一个香蕉 中午饿了或者加完餐 运动完了吃一个苹果 吃香蕉 苹果 运动完了要吃香蕉 补充甲 好吧 你们两个人打成汁吧 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苹果跟香蕉 确实是经常的一些健身教练 会给正在健身的朋友 素身的朋友们提供的两种水果 甚至说只吃一个 作为你的晚餐就可以了 老师 您觉得从营养学角度 从摄取能量多少角度来说 它是科学的吗 其实呢 咱们说的这个水果 大家都得推荐 水果 但是说的 咱们先说苹果吧 苹果这东西呢 低热量 低脂肪 又富有果胶 又富有大量的纤维素 非常好 活饿的时候教练说 吃个苹果吧 做了就吃个苹果吧 同样为香蕉来正的名 香蕉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嘛 我们的教练都会说 你可以把香蕉 然后跟蛋白粉炸成那个 好长胖哦 然后 你那些东西 它补充能量 而且我们运动完之后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甲元素会流失 你知道吗 一根香蕉的热量多少塔 但是香蕉可以补充甲元素 那你就要长胖 但是因为我运动了 运动之后我才选择 那你就白动了 没事 红瑶我可以帮你补充一下 因为香蕉对于排便很好 对 好了 老师 其实您认为是最科学的 对 您学的到底 这两个是不是热量就比较低了 其实这一个苹果 咱们都知道 苹果菜也是甜的嘛 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糖分 大家这个应该都能公认 然后苹果呢 一百克苹果的热量有多少呢 七十多卡吧 还是我记错了 我太清楚了 五四千卡 五十四 一百克苹果 一百克 对 这相当于多少米饭 咱们都知道一百克米饭是多少 一百一十六千 对的 其实等于吃了半碗米菜 一百克苹果相当于吃了一百 那我还不如吃半碗米菜算了 还能薄一点 是啊 有这么高的热量吗 有啊 一个苹果大概差不多也就 也就一百克一百克 二两左右 对 相当于就是半碗米饭 对不对 虽然是个小苹果 大苹果的话就一碗米饭了 天哪 所以说香蕉 香蕉这个呢咱们在 不得了 不得了 但是说呢 就像洪文刚才说的 甲元素其实对运动也会非常重 为什么 教练会让你推荐呢 为什么 运动以后确实需要补充甲 流汗了 对 对 流汗了以后 你这个选择来说的话 他不一定说 我必须来说就是 必须只补甲这一样形式 那我喝点甲水就完了 但是说呢 他就是来补充甲的食材当中 是最合适的 但他的热量也不激 一百克香蕉大概有多少 一百克的香蕉 八十七千把 比苹果高 但是呢 其实香蕉现在也挺大的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他有他的好处 就是甲元素能够改善咱们 因为运动以后 就是说的甲 而且能够让我们 就是感觉 运动以后恢复会很好一些 所以说他的优势在这 但不是说的话 我八十七千卡 我就不吃了 那你吃一碗米饭 但是米饭的话 就达不到他补充甲的目的 对的 好的 我们也再次感谢老师 今天做特饮食养生会 给我们带来 在减肥道路上 重要的宝贵信息 我们在一起来看一看 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我们的大厨 会为您带来 怎样的健康美食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胡青 我是何亮 我是养生厨房 何老师 你这锅冒烟了 对 这是一个技巧 我们在今天 我们做的一项菜比较特出 叫做什么呢 叫做泡菜爆五花 所以这个五花肉 直接生爆出来的 明白了 所以这个锅 我们要事先先把它做热了 然后放一点油 这样肉就不粘锅了 要不然的话 一炒肉全扒在锅上 好 所以我们五花肉 我们看带皮 切成这种相对而言 比较薄的片 跟谁要配成呢 基本上要跟我们的泡菜的片 要大小 比它大一点就行 好 所以泡菜尽量的 我们把它也切成 薄厚均匀的片 制作呢 关键掌握一个火候 就是做这道菜的时候 锅要烧好 然后呢 油温要尽量的高一点 然后呢 我们要利用整个的这个锅的 整体的热量 来爆炒这个菜 要不然这个五花肉 吃的就该塞牙 就该老了 我们在吃五花肉 的过程当中啊 它呢 提供了我们的优质的 这个丰富的蛋白 再一个呢 它能够很好的改善 缺铁性质血 所以我建议 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 多吃一点五花肉 还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好了 我们锅呢再次烧热 然后呢 我们下入少许的这个油 不要多 放一点油 放油以后呢 我们这个下料的顺序 是很讲究的 这个油一定要冒烟啊 好 然后我们把五花肉下去 一定要高油温是吧 对 高油温 油要热 锅也要热 下去以后 我们迅速地把它炒开 这时候要利用整个的 锅边的温度啊 要让肉整个在里边 打开 让它快熟 快速地断生 快熟 通常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 油温都不要太高 但这道菜就是要油温高 没错 就是要高油温 等到什么时候开始下那个辣椒啊 基本上我们看不见红肉了 将将的看不见红肉了 你看现在还有一部分有红肉的地方 将将的看不到红肉 然后呢 肉片呢有一点点要打卷了 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开始把咱们的泡辣椒下去 炒 泡辣椒下去以后呢 跟它一同煎炒 把泡辣椒炒香 然后来点料酒 料酒 好 这时候呢我们烹一点料酒 去星山 对 去这个肉的星山味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下谁啊 下葱姜蒜 葱姜蒜的香味出来以后 我们下入谁啊 下入泡菜 葱姜蒜在锅的时间非常短 就要下泡菜 没错 然后你看啊 我们这里边只下了一个料酒 现在调味边 是吧 因为泡菜本身有咸味 所以呢我们要先把泡菜下去 泡菜呢也要略微地煸炒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盐 糖 味精 盐 对 盐呢因为泡菜本身有咸味 我们来个两克的盐就可以了 然后白糖呢 那是在这里边起到一个盐味的作用 不要太重 也放过两三克 然后灰精 少许就快一点 很快就要出锅了是不是 对 让他们的这个泡菜的香气 充分地与这个肉去结合 把水汽炒没了 这个时候 来 出菜盘拿过来 来了 现在何老师在盛菜的这过程中 闻到那种酸酸的味道 一般其实五花肉 我觉得很好吃很香 尤其我们北方人特别爱吃五花肉 经常吃多了就觉得 特别腻 五花吃的 觉得就是油腻腻的 需要喝点茶什么的 但是我知道吃肉好像不宜饮茶太多 今天用泡菜来中和了这个肉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一道菜就是泡菜香气浓郁 然后肉质是这个软韧弹滑 这个香气四溢 这一道泡菜爆五花我们就制作了